那到今天我们本土个案 总共连续有8天是没有本土的个案 那疫情已经相当的稳定 今天是没有本土病例 那今晚移入4位 没有死亡的个案 大家每天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应该就是阿中部长口中的嘉宁了吧 好消息不只是连续8天本土嘉宁 距离中秋连假也已超过两周 可以说是稳定过关 疫情控制得当 加上月底渴望达成 疫苗覆盖率七成目标 但何时降回一级警戒 仍没有时间表 不会只有单一的一个指标 但疫情的控制 那跟一个施打率 那还有当然这个 我们所谓的一个戴口罩 这个社交距离的遵从度 都一并在我们的考虑之内 就是本来就一个既定的计划 就对疫苗的一个保护力的持续性 那加上一个相关的一些不良反应的 一些持续性的研究的计划都有在做 那未来大概这计划也要把它拉长 因为必须要有一些本土相关的资料 让我们在做这种各类的施打 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策参考 至于大家最关心的 昨天新增确诊的女副机师 Delta突破性感染案例 指挥中心则表示持续观察中 相关的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都验过 那基本上也都是阴性 那周边第二圈的 现在也是陆陆续续在验 到目前没有阳性的个案 基本上我们还是照目前的 这样的一个防疫的计划 一步一步的走 目前还没有考虑要加盈 我们现在我家就是 五天检疫完毕验一次 那九天验十四天验 大概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基础园这边大概 其实是两个 一个是说在这中连续派飞 那是不是有对其他的机组员 相互之间有增加感染的风险 那另外一个的是就是说 那如果都没有派飞的话 那还拘谨的时间又拉长 那恐怕整个的营运 对我们整体的一个外销 货物的运作都会出问题 所以来讲说 我们还是会跟美航局这边 跟公司这边 大家来做一点讨论 而本次感染女剂室的女儿们 就读的万方国小 健安国小 虽然都以预防性停课 但也再度引发大众对儿童防疫安全的疑虑 我们在幼儿园 相关的这些其他的单位里面 当然请说 我们现在是要求 要有戴口罩 请洗手 那还有一个人流的管制 基本上各国也都这样做 那刚刚遇到有特别的疫情 那可能就是停班停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